持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正防台风所带来的强风以及剧烈豪雨的影响 我们先看到今天下午5点 台风的中心位置在台湾东方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一段时间它的强度有略微增强 目前近中心风速为每秒43公尺 而暴风半径也略微扩大到220公里 而预计它未来会逐渐的朝向台湾接近 因此在这一报海上警戒的区域持续包括了巴士海峡 台湾东半部北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北部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除了包括东半部中部以北地区之外 因为暴风圈会先接触到南部的山区 所以高雄地区这一报也纳入了陆上警戒的范围 而我们预估台风接下来将会由比较北北西的方向逐渐往西北转向移动 离台湾越来越接近 并且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 中心有可能会通过台湾北部的上空 因此周三周四将是它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而台风通过台湾之后也将逐渐往马祖的方向前进 因此后续要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也要在周五之前要严防台密台风所带来的强风以及强降雨 而台风的外围环流在今天已经逐渐影响到我们了 可以看到迎风面地区包括宜兰花莲地区跟大台北 在今天其实开始已经出现间歇性的雨势 而南部地区则是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而预计到了今天的晚间之后 午后雷震雨减弱了 但是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雨会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晚上的降雨都还会越来越明显 而其他各地也可能开始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震雨 而到了明天的白天 全台各地都将会有降雨的状况出现 尤其是在离台风中心比较近 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可以看到降雨在明天白天就会变得相当的明显 而此外因为台风的环流还蛮广的 所以虽然它的中心是在我们的东方海面上 但是整个逆时针环流也会让一些雨势跟水气带到我们的西半部 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南部甚至南部的山区 其实明天的下半天开始 雨势也会开始明显的增加 而预计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整体降雨最多的时间 也就会出现在明天的下半天 一直到后天25号的这段时间 全台各地都会有显著的降雨出现 尤其在西半部雨量会非常的多 在山区可能出现超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超大豪雨的话是 24小时累积雨量会达到500毫米以上 这已经是气象所所定的降雨等级里最高的等级的降雨 那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 在台风影响的这4天期间 我们目前预估的累积总雨量 在南投嘉义高雄以及屏东的山区 有可能会来到1300到1800毫米 这是非常大的累积雨量 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严加的戒备 而此外在其他的苗栗以南的山区 以及宜兰台东的山区 累积雨量也可能来到800到1200毫米左右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 凯米台风它会带来的雨势是相当的明显的 一定要做好防汛的一些准备 而除了降雨之外 我们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台风接近的过程中 也会让台湾附近的风跟浪明显的增强 在预计海浪的部分 可能到明天在东半部 以及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 浪高会达到5米左右 而在风力的部分 今天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震风出现了 而预计到了明天 随着台风更为接近 在蓝雨绿岛可能出现11到12级的强震风 而台湾其他各地区 以及马祖跟澎湖 也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震风 因此台米台风现在开始逐渐接近我们 气象鼠要非常谨慎地提醒大家 台米台风它的影响真的会非常明显 可能是近几年来对我们冲击大家会相当有感的一颗台风 请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并且严加戒备提高警觉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好事实上真的台湾感觉好几年没有这个台风直接这样子的清洗 因此再次提醒大家赶紧做好防台准备 包括家里应该要有的物资都要赶紧准备起来 大家不要忘记台风的那个感觉 千万不要忘记 那尤其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宜兰 宜兰是这一次台风首当其冲的县市 所以现在是这个风雨啊 一阵一阵感觉好像是越来越大了 赶快连线给我们在宜兰的记者蔡炳宏 这次播出带您关注中台凯米市步步进闭台湾 而且现在包含它的暴风圈 以及整个风速都是有越来越大 而且扩大的这个趋势 而且也已经越来越靠近台湾了 包含在宜兰花莲台东 以及新北还有基隆的地区都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 而记者现在就在宜兰的海外外面 其实在这边的话 雨势也是开始越来越大 虽然还是一阵一阵 但还是越来越大 而且你可以看到了 这浪高现在大概都有1到2公尺高 这浪也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因为现在是雨势是一波一波 像刚才雨势比较大的时候 跟现在雨势又稍微变小一点 但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游客 都还是会跑到海边这一边 来想要来看浪 但是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入夜之后 尤其越接近晚上到周三跟周四 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这个雨势是最大的这个时候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在礼拜三跟礼拜四 以及等一下晚上的时候都尽量是不要出门 也尽量不要到海边或者是山区从事任何的活动 那其实在周三周四 包含在宜兰和华林地区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地方 其实都已经是先行关闭 来做好预防台风的这个准备了 所以周三周四其实也要呼吁各位观众 赶快先囤一些物资 如果你是住在比较靠沿海 或者是在西北部的这个东北部地区的这个朋友 因为这一次的开明台风 其实是近20年来 第一个要来铺台的西北台 所以呢带来的这个风雨 其实会非常大 还是要呼吁大家 赶快先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以上是想着这件情况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播 好这个台风呢 总之会非常有感 那因为大家已经好久没有经历台风了 所以务必全台都要做好警戒 那当然也包括 这个航空公司也会调整航班 其实我们的立冈老师刚好已经说了 台中以南 大概明天的上半天 要飞大概都不成问题 但是北部的机场 可能变化就会比较大了 像乐陶航空就宣布 7月24号往返大阪成田 明古屋冲绳到桃园的 7个航班是取消的 25号另外有5个航班也是取消的 台湾虎航宣布 7月24号桃园到仁川 提前到这个1900 就是这个7点钟起飞 那7月25号的首尔仁川到桃园 则是提前到24号的2330 晚上11点半起飞 哇红眼扳机啊 因为台风的这个走向多变 关于冲绳地区的往返航班 也请旅客要密切注意 后续的一些资讯 那目前看起来 其他的航班不受影响 但是等到台风靠近的时候 这个航班有任何的变化 也会随时提供给您 而另外呢 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你还有出门玩的话 OK啦 赶快玩一玩 赶快回家了哦 回家防台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场是在宜兰东山河 这个童万节啦 好开心啊 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 但是今天现在宜兰已经开始有风雨起来了 所以明后两天 这个宜兰童万节这边是会先关闭的 大家第一不要扑空 第二在台风天就别出门了 因为立冈老师有讲 这个苏花啊 这些公路就千万别走了 这直播是在带您关注中台凯敏呢 是步步禁逼到台湾 在今天的上午呢 也已经发布了路上警报 不过呢 因为今天呢 刚好也是宜兰东万节的日子 那其实呢 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就在东山河的清水公园这里 你可以看到 即便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游客呢 都带着小孩子 一起来到这边玩水 其实有非常多游客 都是趁着暑假的时候呢 带着家人 来到这个宜兰或者是花莲 来进行两天三日 甚至一个月的旅游 不过呢 因为在礼拜三 以及礼拜四的时候 凯敏影响台湾是最为严重的 而且在园区这边 也会在礼拜三 还有礼拜四的时候 进行预警线的官员 似乎是有点扫兴的 不过民众怎么看 原本国家还想要去逛夜市之类的 但可能有下雨 然后之类的 可能夜市就会收 了解 那会不会觉得有点扫兴 还好啦 会不会觉得说 遇到台风蛮强 有没有一些原定的计划 肯定是准备得出来的 是还好啦 对啊 感觉目前是还好 本来你后天有想要去哪里来的 回台东 没关系 因为你本来就住台东 可是因为现在台风 又要蛮严重的 你会担心吗 会啊会啊 怕会山崩 桃月来的 那你今天要在这里住吗 对 我要住在这边一个月 一个月 真的 那你觉得说台风 还有一点扫兴吗 不会很好玩 今天跟谁一起来啊 今天跟我的 我妈妈 我阿姨跟我阿嬷一起来 那你明后天台风来 这样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还是要在这边啊 我们今天要住在这边 你是明后天这边休远 你知道吗 哦 好我们访问了玩水的民众 有民众就说呢 他们来这边是要来一个月的 不过呢 也没有到很扫兴 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行程 有些人可能就在饭店度过这两天 可能来玩饭店的设施 而且呢 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说 东山河清水公园要官员 还说他们我们骗他 但其实呢 因为要预防这个危险 其实呢 东山河清水公园 在今天修管之后呢 在明后两天呢 都是不开放 就是要担心的 会发生一些意外 那么在宜兰或花冬旅行的游客 跟民众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尽量不要到海边 或者是山上来进行活动 那我们相信我们的 最近情况 把时间节奏交给彭台主播 其实放台风价 当然还是以各县市政府为主 不过呢 整体来说的话呢 以明天的整个状况 跟天后条件来说的话 北北极桃 基本上来说 明天的风雨的状况 并没有达到要放假的标准 要到明天的晚上 才会有机会 那不过呢 在宜兰地区 可能在明天下午 接近傍晚的时候 就有机会 风雨的状况 会有一些达到标准的 可能性的存在 所以呢 当然以县市政府 他们自己决定 但是呢 整体来说的话 明天在这个天后条件来说 会随着时间 到了明天晚上以后 开始不稳定的状况 会变得更为明显 因为最重要在于说 台风正在逐渐的接近 那现在目前的中心位置呢 距离俄兰比 约东南方海面 约470公里的海面上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先来看什么 先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真实色彩的云图 这张云图当中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 跟这个之前 前一个小时比起来的话 云系发展的结构体来说呢 相对的比较完整 因为最重要一点 台风的速度是比较稳定的 在朝着偏北北西的方向 在移动 而未来会偏西北走 而为什么会偏西北走 因为最重要北边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晴朗区块 这里就太平洋高压 高压在这个区块 所以台风的速度来说 将会稳定的 到达了石渊岛南方以后 开始逐渐的偏西北走 但南边的云带发展来说 算是比较旺盛 这个台风的主要 北边向线的云层 是发展量来说少 南边向线的云层 发展量比较明显 那最重要一点 就是夏天台风的一个形状 就是一个酒的形状 大家从这个时候 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接着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的 整个降雨的状况 从雷达来看一下 雷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东半部地区时尔 有些云层进入 像我们公司这边 就飘一点雨 飘一点雨 因为最主要是 偏的东风带了一点水气进来 所以在台北的东边有点雨 台北的西边只有云量多 那降雨的状况 越靠近东边 像在宜兰 像在花莲 这边零星的阵雨状况 就比较明显了 尤其像现在的这个时候 在宜兰的话 就有间歇性的一些阵雨状况 有一点台风雨的味道 那中南部可以看到 因为环境场的水气多 到了现在傍晚五点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 有些对流云层 就会在南部的地区 开始发展起来 山区部分有 平地部分局部性 那但是等到傍晚以后 这个对流云层 将会随着太阳下山 而逐渐的消散 那整体来说 今天晚上 外海的云层 在进入的过程当中 就会使得在宜兰 到花莲地区来说 零星的一些阵雨状况 就会比较偏多 那台东也有一点点 不过台东等到明天的时候 已经是属于被封面了 因为明天台风的中心 将会逐渐地 通过台东远洋外海 花莲远洋外海 这个时候 风场开始吹着 进来变成 偏着西风进来的时候 在台东倒是要注意 可能会有一些 焚风的现象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现在这个时候的 整个卫星的云图了 云图上面 我们先来注意到 云系的发展 可以看到最主要 台风的云带发展 结构体来说 最大的破坏力 也就在这个 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 更重要是 十级风的暴风半径 因为 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表示说在那个范围之内 的风力会到七级 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 整个系统到了 明天的下午以后 暴风圈大概在明天的早上 接近中午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 我们台湾的东半部陆地 等到了下午的时候 整个十级风暴风半径 在傍晚接近入夜之后 开始逐渐到达 宜兰外海的时候 宜兰的风雨的感受上 就会开始明显 那台北盆地会因为 有这个北边 有阳明山脉 另外在东边部分 也有雪山山脉 东南边 所以相对的 起风的时间点来说 会比较晚一些些 那天气形态来说 到了礼拜三的晚上以后 北部地区的天候条件 相对的就不稳定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的路径图了 路径图上先注意到 昨天移动慢 今天的移动速度快 现在的速度 又会开始在减慢一些 那沿着高压边缘 会开始逐渐的 要偏西北的方向走 当它偏西北走 明天的早上 到达了石渊岛的 西南方海面的时候 暴风圈就开始 接触到我们陆地 明天的傍晚的时刻 台风的中心 就逐渐的到达了 宜兰跟花莲的 东方的外海 而这个时候的距离 就大约在宜兰的 东方海面 130公里左右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圈变大 因为表示说 西级上署认为说 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 还会再扩大一些的趋势 那台风的中心 最重要点 十级风这个区块 80公里的 这个十级风的暴风半径 是最重要的 这个区块 在进入陆地的过程当中 风雨的部分 会明显偏大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 台风的北面向线 也就我们所谓的 第一向线这个区块 这边的风力部分 在进入到宜兰的时候 相对的宜兰 在这礼拜三的晚上深夜 到凌晨这段时间来说 风雨是最明显 因为台风中心 会在宜兰附近 大约会在苏澳 甚至南边一点到和平 北边一点就到东北角 在这一段 就有登陆的趋势 跟状况的可能性存在 那接着 穿越中央山脉之后 到达了台湾海峡的时候 就会在礼拜四的中午以后 那礼拜四的傍晚 中心就要接近到福建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台风到了 礼拜四下午以后 就逐渐开始离开 强度减弱 暴风圈缩小 那对于我们来说 到了礼拜四晚上 警报就逐渐的 从东部到西部 逐渐的解除 大家特别注意 当台风中心 在这中央山脉 往台湾海峡走的时候 风场吹着偏西风 转西南风 中南部山区会下大雨 海边的阵风 相对的就会明显偏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的路径图了 前世图上 我们可以很明显 看得到的是 在未来的走向来说 它将会登陆之后 进入到达台湾海峡 时间点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下午就已经进入 台湾海峡 接近到达福建 礼拜四的傍晚的时候 就登陆 当它登陆之后 整个水气发展 会将逐渐随着台风 进入大陆 而逐渐往大陆方向移动 这个系统 这样子走法 是不会引进西南气流动 但是在台风的 经过的过程当中 它会因为整个风场 吹西南风 带水气进来 所以到了周休假期的时候 南部就有短暂的震雨出现 中部以北都是高温 而炎热的天气 所以周休可以安排活动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是 礼拜三的晚上 台风要接近 礼拜三的午夜前后 风雨最大 在北部地区 礼拜四的早上的时候 当台风中心 进到了台湾的海峡的 也就从桃园附近出海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风场 吹进来使得沿海的震风 在西半部地区相对明显 山区都会有下大雨的状况 提醒大家 没下山的赶快下山 另外的几条公路 还是建议不要行驶 梳花什么中横 还有包含什么台七甲线 这些路段 从这个今天晚上以后 开始到明天的时候 最好不要行驶 因为以测安全 还是提醒北部的朋友 做好防台准备 现场交还给介凡 好 谢谢立冈老师 立冈老师刚才 我们又要观众服务了 因为有好几个观众 一直很关心说 他说不是说这个台风 其实很强吗 但为什么他的眼睛 一直看不到 他会不会搞半天 到最后没有眼睛 那个其实所谓的台风 台风在行程都有台风眼 那会看到眼睛什么 那些都是在这个媒体 上面的叙述的词 说他什么开眼什么 其实都不是 真正台风只要行程 都会有台风眼 雷达扫描上都一定会看得到 那只在于说眼墙的部分 会不会很清楚 就关系到台风的中心的风速 是不是达到一个 就像你搅咖啡一样 搅得够快的时候 咖啡中间不就变成会有一个 这样涡旋的形状出现 就是这个道理的存在 其实台风眼都一样是在的 只是在于说 这个台风 它的整个眼墙的部分的 云系发展会变成很透彻的状况 是当台风的发展的强度 在更强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跟一个形态 在我们卫星图照射之下出现的 所以实际上台风都是有眼墙的 都有台风眼 不是没有的 所有台风都有眼睛 各位观众 这样有回答到你们了吗 也许这个台风不明显 那但是就是 它还是个台风 谢谢立冈老师 网友都说辛苦你了 今天一整天 真的是还有明天一整天 还要撑着呢 立冈老师辛苦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好那继续我们要关心 受到台风的影响 双北地区从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 针对河滨公园疏散门 所有的车辆只出不进哦 那只出不进的管制 开始之后陆陆续续 已经这个很乖的人 就赶快先把自己的这个车子 开离这个体外停车场 那台北市长蒋万安 哇看到万安出来觉得心情好起来了 也到美提河滨公园来视察疏散状况 检查疏散门运作正不正常 那台北市政府表示 管制执行4个小时之后 就今天晚上的8点钟哦 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车子开出来的话 那警察就会帮你把它拖出来 但是如果拖出来的话呢 大型车罚4800啦 这个连摩托车都要罚1800哦 所以呢为了你的荷包着想 呼吁大家赶紧去把你的车子 或者是机车 起出来开出来 好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